以下三个字怎样该好看 他们这个结构安排上有哪里不合理的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主要是想借这三个字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撇画你看 撇画的写法 他们这三个字的问题都是出在撇画上 更自的撇 大家注意 这个从中间这样穿过来的这种撇 一定要先立着再往左边走 再往左边这样伸展过去 弯过去 你不要直接这么这样的斜过去 它不是这样一个斜撇 我们来看一下 更自你看 首先横往右上倾斜 这个横要短 然后竖往里收 这里你看它是怎么样 往里收的 横 这里是收的 然后你看这个皮竖向下来 好 然后再往这走 大家看一下 它要先立着再往这边拐过来 然后纳化往下压 好 放出去 拖出纳角来 这是更自的写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极字 其实这个极字和皮 这两个字它这个问题差不多 都是有两个撇 而且这两个撇的写法不对 方向和长短都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极字它应该是外面一撇 要长一些 直接这样斜过去 大家看一下 然后横折折撇撇 要这样弯过来 而且要短一些 它这个撇画收笔的位置 应该在外面一撇的里侧 你不要把这个下面这个撇 横折折撇撇给它写长了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它应该是这个撇长一些 我们往外放 然后横往右上倾斜 好 往里收再往下 然后撇画往这儿收 大家看一下 你看外面一撇直着过去 这一撇弯过来 收笔位置在外面一撇的里侧 然后你看纳花直一些 往外放出去 拖出那角来 这是极字 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皮 皮字 它外面一撇应该是竖皮 不是斜撇是竖皮 横撇也是这样弯过来的 它收笔位置也应该在外面一撇的里侧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横勾 好 往右上倾斜 然后往回勾 然后撇竖向下来 不要斜过去 竖可以七笔高一些 穿过来之后不要写太长 然后横撇 大家注意 你看横撇是怎么样写的 你看它这样弯过来 和这一撇 写法是不同的 然后纳花 往外放 拖出那角来 这是皮字的写法 大家看一下 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撇画的处理方式 中间的撇要竖向过来 再往左边走 然后呢 像这种两个撇的 是外面一撇长里面一撇短 而且里面一撇要稍微弯一些 你看 一定要搞清楚这两个撇的写法 还有方向长短问题都要弄清楚 好 我们这期视频 急 更急和皮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你学会了吗